太令人窒息了 学生课间十分钟竟然不能出教室 10月28号 央广网亲自下场点评 跑跑跳跳说说笑笑 本应该是课间十分钟的标配 仅仅是为了避免 磕碰为了不出事不惹麻烦 就将孩子圈养起来 这样的教育才是真出了问题 温室里长不出参天大树 圈养养不出身心健康的孩子 要不是山西一位老师在社交平台上 吐槽课间圈养现象 七成学生课间不出教室 即使是20分钟的大课间 校园里也空空荡荡 引发众多家长共鸣 我们可能还不知道 现在的学生课间 竟然不能下楼 也不能跑跑跳跳 甚至还不能大声说话 教育部早已明确规定 不得对学生课间的言行自由 设置不必要的约束 究竟是谁偷走了学生们的课间十分钟呢 对此有老师坦言 哎呀凡是学生受点伤 有的家长就会去找学校 或者找老师的麻烦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为了安全选择一刀切 是比较稳妥保险的做法 但是正如央广网点评 让孩子去跑去跳 即便会有磕磕碰碰 对孩子而言 都是成长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经历 真正做到的一切 为了孩子 应该是放开手 把课间十分钟还给学生 把课间的欢声效语还给学生 话说 你家的孩子课间十分钟 有时间玩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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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